一个女人越活越迷人的几个习惯,请逼自己养成什么样的女人才算越活越迷人,有人说是精致漂亮的外表,也有人说是自以飞扬的生活态度,但是有一个回答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,越活越迷人的女人更加懂得经营自己和生活,也有着别样的气场与智慧。 确切地说,这是一种从内到外的气质外显,也是自我综合魅力最好的体现,现实生活中,太多的女人在岁月的洗礼与生活的重担下,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黯淡无光,只有极少数女人没有被现实所笼罩,依然心有自己,坚持经营自己,风营内心,让自己时光穿行之中没有老去,而是浑身散发着迷人的气息。 准确来说,一个越活越迷人的女人,往往离不开这几个好习惯,希望你也有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,获达乐观,万事不扰,漫画家吉米说,向日葵告诉我,只要面对以阳光努力向上,日子就会变得单纯美好。 心怀希望,乐观积极地活好当下,把人生每一天都过得甜静与愉悦,就能让自己整个人闪闪发光,更会越活越迷人。 毕竟,向游新生,心随静转,当自己拥有什么样的心态,就会注定拥有什么样的外表与境遇。 现实世界中,那些经常眉头紧锁,哀声叹气的女人,过早让自己呈现一副苦相,甚至要比同龄人老去很多。 但是那些心中充满阳光,一如既往地豁达乐观的女人,反而更容易成为生活中的强者,脸上的微笑让自己越发迷人。 不管遇到多大的风雨,也能轻松应对。 在这个世界上,其实每个人活的就是一个心态,这一点决定了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,更会决定了对外的精神状态。 只有当你真正想得开,开得开,那么太多的烦恼与忧愁都不会让你弯腰,都只会是人生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风浪而已,往后余生。 让自己保持豁达乐观,就能万事不扰,在属于自己的人生路上活得踏实,活得闪闪发光,做事干脆,充满魄力。 成年人的世界,每天一睁眼就被工作,生活知识角的人焦头烂额,作为女人,通常承担的更多,工作不敢松懈,家庭不能放下,各种琐事围绕身旁,如果优柔寡断,不能及时处理得当。 只会一件事未了,下一件又起,不断循环往复,生活如同一团乱麻,简不断理还乱,活得胶着而又狼狈。 很多时候,我们不是没有处理事情的办法,而是缺少干脆做事的勇气和决心,时常抱着等一等。 看一看的心态,期待事情自动出现转机,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,看过一句话,做一件事情。 不管有多难,会不会有结果,这些都不重要,即使失败了,也无可厚非,关键是你有没有勇气解脱束缚的手脚,有没有胆量勇敢地面对,欲事不慌,做事果敢的女人,内心洒脱而笃定,显得格外迷人,她们有想法,有主见。 从不犹犹豫豫豫束缚住自己的脚步,该思考是不糊涂,该冷静是不冲动,出力事情,干脆又充满魄力,面对感情,敢爱敢恨,拿得起也放得下,人生不会阴望而却不变好,只有果敢洒脱的人。 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,身体健康幸福,卢梭说,虚弱的身体将永远无法培养有活力的灵魂和智慧。 真正迷人的女人,往往离不开一个健康体魄,让自己充满活力的同时,还有智慧,岁月流逝,往往会让我们忘记好好善待自己,尤其是对于健康,更容易忽略,仔细想一下,自己一直在忙碌,奔波与焦虑中,没有好好关照身体,也没有用心护理一下皮肤,让自己过早凸显老态,更加地憔悴。 有时候,无意间照镜子时,望着里面满脸疲惫的自己,只剩下的一声叹息,不管什么时候,想要让自己变得更迷人,就不能忽视自己的健康,让自己变得更有活力,有精神,哪怕岁数大了,也会容光焕发,光彩照人。 只有这样的生活状态,才叫人生幸福,不复当下,这不是为了取悦别人,而是更好地爱自己,只有当你拥有了健康,才不会遭受被疾病侵袭的疼痛与苦恼,而是能够活得更舒心与快乐。 人生在世,只有自己好好善待自己,自己好好爱自己,才会有人去在意你,就能让自己的人生闪闪发光,收获满满,拥有主见,懂得规划,有句话说,一个人没有规划的人生叫拼图,拥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。 对于一个女人而言,如果随波逐流,从来不规划自己的人生,那么永远都会是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,自己从来没有目标感,也会过得浑浑噩噩,毕竟当你失去了前行的方向,平日里自己做的任何事情就会变得索然无畏,也会失去前行的方向。 当你真正在人生路上能够拥有主见,懂得规划自己的人生,也就拥有了前行的方向,不会让自己止步于当下,更不会因为一些风风雨雨而选择了后退,而是真正明白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,让自己不会轻易迷失与盲从,而是勇敢走下去,有主见的女人往往脸上有光,从来不会为了一些琐事而纠结,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,更明白自己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,才会努力让内心风盈,让精神富足,这样的女人才会越活越迷人,犹如一朵悄悄绽放的花朵,不仅取悦了自己,也惊艳了时光,思想独立,懂得规划,有句话说得好,没规划的人生叫拼图,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。 没规划的人生,如同抽盲盒,不知会抽中什么,更不知要去向何方,有规划的人生,是井然有序的列车,或许中途会停,但终会抵达想去的终点站。 重庆女孩陈嘉瑜儿时因双腿残疾,被学校劝退,家人准备照顾她一生,陈嘉瑜却另有打算,陈嘉瑜开始博览群书,长大后被一家书店聘用,并凭借对书本的熟悉成为金牌销售员。 可几年后,陈嘉瑜选择辞职创业,身边人纷纷疑惑劝解,她还是坚持选择,后来,陈嘉瑜凭借自己的步步规划,开了一家印刷厂,如今年营业额超过三千万,回首望去,陈嘉瑜虽被命运苛待,但她却稳扎稳打走好每一步,最终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样。 人一定要知晓自己想要什么,想过怎样的生活,才有正确的努力方向,否则只是得过且过。 正如作家李小益说,你要自带地图,不必重复别人的路。 每个女人都该有自己的地图,规划好脚下的路,去想去的远方,过想过的生活。 如果你感到迷茫,彷徨,不妨暂且停下脚步,好好规划一下未来的路,让生活平衡有序的延续,定会在时光中开出惊艳的花,散发出迷人的芳香。 为人大度,淡定从容,生活的磕磕绊绊是日常,有时稍不留意,就不免与人发生争执,无论你如何纠结抓狂,不理解的还是无法共鸣,不让步的还是难退让。 所以,从容大度地活着,把事看开看淡,会比不要面目争鸣的计较更加睿智。 迷人,热播剧新居中,冯小琴经常被大姑子顾清瑜嫌弃提防,顾清瑜还时不时拉着老公和公公开小会,把冯小琴排斥在外。 因顾清瑜的挑拨,冯小琴和老公发生争吵,老公一不留神,就摔下楼梯,丢失了性命。 但冯小琴没有记恨顾清瑜,反而在顾清瑜被家中亲戚数落时,让儿子声援支持,或许有人觉得冯小琴很傻,其实这正是她的生活智慧。 在《人民日报》看过一句话,生活的刁难并不是要把你变得气急败坏,而是要你变得更加从容。 女人最高级的活法是为人大度,内心有着超然的淡定与从容,所谓大度不是强行原谅和软弱,而是不计较,不纠缠,把重心放到自己的生活上, 与其抱怨玫瑰身上长满了刺,不如欣赏花朵盛开的娇艳,做个安静从容的女人,喜怒不形于色,不争不抢,看胆得失,幸福会悄然来到身旁。 心态积极乐观,有这样一个问题,如果两个女人年纪相仿,容貌与外表不分伯仲,但是一个心态积极,嘴上带笑,另一个整日愁眉苦脸,哀声叹气,哪一个才更迷人? 我相信,太多的人会选择前者,也就是心态积极的女人,心态积极,嘴角带笑,往往会给人传递一种正能量,瞬间可以温暖人心,也可以让别人看到自己最美的一面,更容易赢得对方的信赖,心态悲观,哀声叹气的女人,不知不觉会让人产生悲观的念头,不知不觉产生敬而远之的想法,心态越是积极的女人,越会更迷人。 因为乐观让她无惧风雨,让她更加年轻,只有当自己具备了一个好心态,才不会轻易被生活路上的羁绊所困扰,而是依然能够换个角度看问题,找到希望,看到出路,让自己处处散发着独一无二的魅力,悲观的女人,哪怕再漂亮,时间越久越会容易长出一副苦相,老相凸显衰老的样子,自己的生活也会越来越糟糕, 只有当你保持心态乐观时,不管走到哪里,都会成为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,让自己越活越漂亮,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精彩,读国学经典,五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 teknologius finanө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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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